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雪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放屁多是肚子里空气多还是在排毒 告诫可能是四点在使坏 说起放屁,很多人首先就是比较尴尬 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出现放屁这种行为 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无地自容 其实,放屁是人体的正常生理现象 为什么身体会出现放屁的现象呢? 我们每天会吃进身体大量的食物 一部分被身体消化和吸收 而另一部分会变成废弃物 聚集在肠道之中 就会在肠道中进行发酵 产生大量的气体 而这些气体只能通过放屁的形式排除体外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身体每天会产生一定量的气体 如果放屁次数在5-20次 都属于合理的范围 适当的放屁其实也是身体在排毒 能够快速地排出身体中堆积的废弃毒素和垃圾 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处 但是如果你频繁放屁 那么就要提高警惕了 因为这有可能是身体疾病在向你打招呼 一、吃饭速度太快 在日常生活中 吃饭速度比较快 而且在吃饭的时候比较喜欢说话 这样就会导致大量的空气随着食物进入到你的肠胃中 进而就出现频繁放屁的情况 吃饭太快 食物没有经过细嚼慢咽 可能就会给肠道增加很大的负担 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问题 此时 肠道内更容易产生大量的气体 你会发现放屁的次数越来越多 二、肠胃不好 如果肠胃虚弱或者是脾胃不和 就会影响到身体正常的消化和吸收功能 也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 进而容易产生大量的气体 所以放屁的情况也会比较频繁 这代人群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及时调理自己的肠胃 这样才能够防止胃病的加重 并且有效地助于身体健康 三、便秘 出现频繁放屁的情况 多便是便秘在使坏 希望你不要大意 因为人们不良的饮食习惯 以及作息习惯 都容易导致肠胃功能异常 进而就会出现便秘的症状 这代人群肠道中 可能会堆积大量的毒素和垃圾 所以就会出现频繁放屁的情况 希望你能够及时地进行调理改善便秘 这样才能够在根源上改变频繁放屁的情况 四、疾病原因 如果在异常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疾病 往往也会导致身体中的菌群失衡 诱发肠道胀气 如果服药的话 有些药物也会在体内产生大量的气体 所以这类人群放屁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加明显 有这种情况希望你及时就医 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调理和治疗 才有助于呵护肠胃的健康 为什么有人很少放屁 而有些人会发现自己放屁真的非常少 其实这与个人的饭量有着一定的联系 这里人吃饭比较少 所以消化起来就会比较轻松 肠胃的消化功能和吸收功能也会随着加强 不会堆积产生大量的气体 所以放屁就会变得比较少 而这类人群也不必过于担心 毕竟自己的饭量小 也可以通过更改饮食来进行调整 放屁是在排毒吗 很少放屁和频繁放屁的人 哪种更有助于健康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惑 究竟放屁少和放屁多哪个更健康呢 其实若是非要做个对比的话 相对来说放屁少的人可能更加健康一些 大部分人可能都以为放屁就是在给身体排毒 所以放屁次数越多越好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正常情况下 人一天当中 饭5至20个屁左右都属于正常 不必过于担心 但是如果超过了20个屁 或者放屁过于频繁的话 那么很可能与肠胃疾病有关系 希望你及时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 并且及时就医 这样才能够预防更严重的疾病发生 呵护身体的健康 频繁出现放屁的情况 除了要及时调整饮食之外 也要多进行体育锻炼 因为久坐不运动的人 更容易影响到食物的正常消化和吸收 也会导致体内的气体越来越多 放屁的次数也会增加 所以在饭后进行适当的散步运动 有助于加快食物消化吸收 好了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希望以上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也欢迎转发分享 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谢谢您 我们下期再见